第3个要点进行解答 1.殖民时代 法国全帝在进入世界殖民时代以后,英国建立起日不落帝国的全球版图,而它的千年宿敌法国也没闲着。 17世纪,法国第一个开始的非洲殖民,经过拿破仑战争、普法战争等一系列与欧洲列强的直接较量后,法国逐渐失去欧洲大陆霸主地位,而南非、印度、新加坡这些世界最关键的交通要地,富尔宝地也被英国抢了去。 所以法国就以非洲大陆来主要舞台,签订自己的殖民势力。 英国人沿着非洲大陆轮廓要圈,法国人的军队就深入到非洲大陆的腹地,构建法国在非洲的殖民体系。 法国是第一个对非洲进行殖民侵略的国家,殖民权胜时期。 法国一共控制了非洲总面积的35.9%。 西非和北非的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是法国的实力范围,法国在非洲的地盘去列强之首。 二、二战黑人军队支援,法国前非洲军行,二战初,法国被难损的国公战后,德国很快就成立了维系政府,宣布法国投降。 法国是一个好强的国家,如此缴械投降,对法国人民来说实在不甘心。 此时法国带高的将军组织起自由法国政府,继续坚持抵抗德国侵略,但带高了远离法国本土。 没钱没枪没人,靠什么来抵抗,总不能只砸嘴炮吧,在英国遭受排挤后,他认识到非洲殖民地,还是法国的地盘呀,到非洲去,到法国殖民地去,广阔千帝,把尤克维,于是带高了前往非洲组进军队, 把自由法国总部,从伦敦先到阿尔吉尔,广泛霸动殖民地的黑人伙伴们一同革命。 法属乍德、卡麦罗、甘国等,先后脱离维系政府,站到了戴高了阵营一边。 截至1943年底,整个法属北非都归附了自由法国,与此同时,戴高了也组建起来了一支,主要是黑人军队组成的自由法国军队。 到1944年,当代高了把自由法国各部队编成第一军时,非洲士兵一战半数以上,仅是在法国本土同德军作战的四十万法军中,就有近三十万是非洲人。 这些来自非洲的士兵参加了解放意大利,法国的战斗,还参加了打败德国的几次重要战役,为此牺牲至少二十万人,除一争入伍直接作战败。 还有,二百五十万非洲人,担任为前线服务的后勤工作,如修公路,挖战壕,搞郡舒德,毫不夸张地说,法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,都是这些非洲国家的黑人兄弟,用心事换来的。 三,报答安情,丢会政策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,直接反映在移民政策上,现在法国对内的黑人求援,大多是来到法国的第二代。 第三代非洲一死地,二战后,法国曾向非洲国家开放移民的国麻,当时法国为重建经济,需要一批青年劳动力来补血,而在非洲的大量殖民国在语言、宗教、法律、文化上都深深受到法国影响,能够较为迅速地融入到法国、社会。 因此,成百上千万的非洲法语国家移民进入法国,目前,在法国共生活着逾530万移民,占法国总人口的8.4%,期后大约为670万。 占法国总人口的约11%,超过了移民本身,这主要得益于高生育率,在法国首都巴黎,新生儿的60%都是黑人的后代。 而黑人之所以保持如此高的生育率,又和法国高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关。 社会福利鼓励生育,不单单针对法国人,也针对所有居住在法国的人,包括非洲移民、难民,生育就业补贴,生得多补得多。 对于从事低端服务业的非洲裔来说,这反倒成了解决生计的一种方式。 其次,法国祖坛能吸引如此多非洲球员,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惠政策。 在法甲报名规则中,非洲球员也被视作欧盟球员,不占据非欧盈额。 这项优惠政策在五大联赛中独一无二,在欧洲没有第二家愿意给出这样的承诺。 法国的国籍政策也相当宽松,一名在法国受教育五年的25岁以下青年会被自动认为被法国同化,入籍申请成功率超过80%,而法国球队的清新体系十分发达,从非洲各地挖掘出身体素质强,对抗能力强的少年。 经过培训后输送到欧洲五大联赛,于是,法国就担任了一个非洲球员,走向世界舞台的加工厂。 那些八千的非洲球员很容易在法国取得国籍。